第九季 前八季蜡蜡切均分达到94%的神话,刚刚开播的第九季,在走版上更是一跃,达到了9.8的高分,篇如其名,这是一部把后掠题精神阐述到了极致的美剧,剧中主角要么风流成性,要么偷窃成狂,要么流兵贩毒,要么嗜酒如宁,当然,更可能时间而有之,什么?这是一部犯罪片吗? 哦,当然不是,这只是以美式细节形式展现的,充满了隆隆现实主义风格的美国底层物语,生活在繁荣都是芝加哥的平均区, 不上医院先出去碰碰瓷,实在混不下去了,把目光堆转了路过的老太太,骗社保,骗救寄金,等等等等,对于老流氓父亲Frank为首的Galega,一家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,用RDL的话来说就是,穷鬼赚钱的唯一办法,就是坑蒙拐骗, 要是规则改变了高速务一生,被主流社会所不去当当勾当,却是Galega一家的生存来源,事实上,他们的日常操守,也时常游走于道德,甚至是法律的边缘,无耻之手,一家之主Frank每日需九度日,刻阿孤活,勾引人妻,睡儿女友,打街老太,偷虾乞丐, 劣迹班班可谓庆祝难输,大姐肥优娜交往过九十多个男友,美国默默软禁优秀选手,婚友离过,小三刚过,床上的自己都数不清这次有事几回,RDL智商超群的一次非千生,品虽然步行大学极其优秀,考上重点大学的他本是全家脱离平民区的最大希望,奈何一手好排圈撕碎,是酒闹事,被校开除, 眼看就要成为第二个流氓Frank,三弟眼神经兮兮的同性恋,迷茫中的迷途少年,曾因跟穆斯林便利店男老板偷情而被女主人暴打,死妹Debbie本是混乱不堪的舞曲吉佳,难得的贴心小娘,奈何人生轨迹越走越偏,比腿男友数不胜数,过早熬成了单亲妈妈,务必可典型的不良少年,打小就有暴力倾向, 从小管锁出来后正式开始,匪方人生,当自己的哥哥姐姐们还只是嗑药时,他们已经开始败毒,卖枪,混黑帮,六弟眼神为DA,两个一家最小的孩子,全身的无耻精神的真传,老爹偷鸡摸狗的记忆学得八九不离时,还实际运用到了老师身上,怎么样? 是不是大跌眼镜,难以想象这竟然是家庭生活,可是时尚,虽有一些戏剧夸张的成本,但这确实是美国底层的现实物语,或许,也不只是美国, 当然,身为一部还带有戏剧剧风格的神剧,这部剧从来不打算批判什么,它只是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,继续倦乱一些美好,恶观的另一面,也可能是天使。 大几岁,18岁就要为家庭操劳,既当爹又当妈,为了争夺弟弟妹妹们的监护权不惜对付公堂,年轻漂亮的她,纵然感情混乱,却从未想过一次去换取优惡的生活,她有自己的坚守,不接受施舍,二弟弟并没有走上老爹的无赖人生,被现实击倒的她,再努力解除酒瘾,重新开始行生活。 三弟眼迷茫多年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,当消防员的同事还兼任LGBT斗士,四妹Debbie虽然人生被渣男毁掉,但回尽中迎来新生,打工,上夜校,带好女儿,一样没少掉,五弟可放弃诽谈生涯,考入京校,虽然暑假期间还是继续贩毒,六弟弟们目前来看还是有些小Frank的影子, 哦,老混蛋Frank这个男人虽然烂到了极点,但为家人挺身而出,化身街头正客,金鲜钢,钱财医,跟歪症作斗争时,却有那么多的闪光点。 当然,我们仅可以认为这是编剧的美化,但,肮脏与伟大并存,兽性与神性交融,不正是人性吗? Gallaguer一家最让人感动的点,或许还不在于他们对生活的不屈,而在于对家人的不气。 许多人都针对小卡尔的暴力倾向时,Gallaguer一家却没有放弃他,而是想出各种解决方法。 老混蛋Frank的子女几乎没见到半点教育义务,所有子女都恨他,但当他失踪不见,找遍全世界的人,还是Gallaguer一家的孩子们。 你是恶不问,你是天使,那又如何?你是我的家人,生活很操大,又有什么关系,世间邪恶,我们并肩前行。 We are family,读了一话,分友。